这个6日花莲圆百建林广场充满儿童欢笑声 这是远东百货与花莲市公所 以及儿童暨家庭关怀协会 共同举办的公益同乐泼水节活动 除了让大家在领取振兴券后 能够有快乐的消费体验 也希望大家能够重视健康儿童家庭议题 让社会充满爱与欢笑 大大的细水池 小朋友们玩泡泡 拿水枪开讯得不得了 这是花莲市公所和远东百货花莲店 以及儿童家庭关怀协会 共同举办的同乐泼水节活动 希望让孩子们在领振兴券的这一天 那就如从我刚刚说的 爸爸妈妈在里面消费 也可以让孩子们来这边参加活动 那当然也是希望说 一扫我们今年天灾的一个阴霾 能够让孩子们快乐一点 那也希望在年底这个期间 我们办理这样的活动 能够大家一起一同同乐 那我在此要特别谢谢远东百货 那长期以来跟花莲市公所 举办非常优质的一个活动 那在年底更有圣诞晚会的一个点灯活动 也希望大朋友小朋友一同来参加 我们也为花莲来加油 我们从零四零三到现在 今天大概是最振奋人心的一天了 因为我们准备了儿童公益的泼水节活动 然后搭配今天是正义券领券的第一天 希望大家能够来圆摆 有吃有喝又有拿 谢谢各位 因为想要宣传在高冲突跟李懿的家庭里面呢 我们要多听小朋友的声音 然后以小朋友的声音为主 然后所以才跟圆摆这边合作 这个泼水节活动 希望大家可以知道 心情稍微冷静下来 不管是喝水泼水 然后尤其是今天 非常鼓励大家可以消费来圆摆 然后传爱找儿家 首先登场的是互动泡泡秀 满天飞舞的泡泡 让大小朋友们都疯狂 而当巨型细水池开放 时间一到 小朋友纷纷拿着造型水枪加入泼水大战 现场欢笑声不但 让大家玩得不亦乐乎 这场公益同乐泼水节活动 星期六日一连两天举行 泡泡水乐园美食市集 还有各式的精彩表演 让大小朋友们一起欢度 快乐的亲子时光 我在圆摆好好玩 耶 介络会幻视报导